甲洞运来花园Fortune Berdana公寓2013年发售 屋主签约时 文件铲明36个月就会竣工交钥匙 但始料未及的是 合同到手时36个月这几个字已经割除 让屋主怀疑是发展商单方面三字更改合约条款 因为之前我签的时候是36个月的 拿回S&P的时候就变成42个月 然后我的lawn就approved了 怎么办 我是不是肯定一定要接受 然后就是这样子 没办法当下我接受了这个agreement 因为我已经签了那个lawn agreement 屋主原本以为拖延六个月也就乖乖认了 没想到2015年又收到发展商的来信 表示房屋部再度批准发展商延长半年交屋 前前后后交屋期延后了整整一年 由于担心事件件报之后无法拿到钥匙 因此购物者只能够忍气吞声 直到上个月21号接获发展商的领钥匙通知书 屋主才站出来深渊 大约80名购物者就在新落成的公寓前抗议 要求发展商交代和赔偿 因为延迟交屋的一年 屋主都是贷款照付但又没房子可住 我是购买者 我要给利息 我现在开始三月的时候我就给installment了 然后我没有屋子住 如果我是有住屋子的话 谁帮我付款 谁帮我给利息 就是我们要一个合理的交代 我们需要发展商给我们一个合理的交代 合理的赔偿 甲动社区服务中心主任余宝平表明 将向房屋部提成投诉信 希望政府解释批准延后交屋的礼句 并要求部门安排会议讨论赔偿的细节 同时敦促最项房屋计划的所有购物者 站出来向发展商集体锁藏 法图公间邓颖慧 吉隆坡报导